在庭院中,有人喜欢小桥流水,有人喜欢水井假山,但是你知道吗?如果你的水井打造错误,很有可能让水井变丑,不再拥有好的状态。 今天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带您了解,水井到底哪里容易做错。 一、水体规模不合适。 在设计庭院水井时,水体的规模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,水体的大小应该与庭院的大小和形状相匹配,如果水体过大,可能会占据过多的庭院空间,影响庭院其他功能区的使用。 如果庭院面积较小,水池的边缘一定不能设计过大的半径和转角,那样视觉上会非常的不舒服。 同时,水池的边缘应该同周围的场地围墙的边线相呼应,以为追求曲线造型的水池,建好后可能非常突兀。 二、缺乏生态平衡。 生态平衡是维持水井健康的关键,一个健康的水井需要有良好的水质,适当的植物种类和数量,以及适宜的鱼类和微生物种群。 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,都可能影响水井的整体健康状况,同时可以辅助一些净化设备。 三、植物选择不当。 在庭院水井生态中,植物的选择非常重要,我们需要选择适合水井环境,能够适应当地气候条件,以及能够和其他植物、动物量好共生的植物。 如果选择不到,可能会导致植物生长不良,甚至死亡,影响水井的美观和生态平衡。 特别要注意,有些植物会跟鱼类争夺养分和养料,这些水生植物要避免过多。 注意以上三点是打造一个美丽健康庭院水井的关键,你学会了吗? 原响家,您身边的造源专家。